音樂音樂 InPortion 是我們今年四月 就是發售了新的一款3D動作遊戲 我主要是遊戲的 Lead Programmer 還有遊戲的 Project Manager 他的主軸就是他的畫面 還有他的動作性的樣子 我們的遊戲被 Crack 那會不會對這個市場失去信心 其實我覺得我們遊戲之所被 Crack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技術人員 一開始並沒有預料到這個問題 我不會認為我們會失去信心 我覺得我們應該去 Challenge 去接受這個挑戰那樣子 那因為畢竟做遊戲 Crack 的問題一直都在 那反而會讓我們想更加多放一點心思在這方面那樣子 我覺得如果你選擇要做遊戲你就一定要面對這個問題 而且你必須就真的要正面去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一方面是說你的遊戲是不是被 Crack 就失去價值 也許你可以走向線上的就是變成線上遊戲 又或者是說你可以去尋找 Serpathy 的 solution 來解決 Crack 的問題 我們 In Portion 之後應該會有兩到三個 Patch 然後每個 Patch 都會有新的關卡還有新的內容 而且還會有新的遊戲模式那樣子 就是我認為去開發遊戲其實並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它會需要資金 需要 也是要去想企劃 有可能你設計的遊戲並不好玩 或是並不夠到達市場的水準 沒有辦法賺到錢 我沒有辦法傳授什麼知識 因為我知識也很有限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要咬著牙去做下去那樣子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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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